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来 一 二 三 你说 我们听 大家好 我是邱石 咱们都知道 韩国这个国家 很喜欢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吧 前个人家他们又说 说这个活字印刷是他们发明的 说他们在一二三九年 发明了活字印刷比我们早 你们在一二三九年 发明了活字印刷 你们在一四四三年 才发明韩文好吗 你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你发明活字印刷 你往这儿硬泡菜啊 我挺喜欢拿韩国开玩笑的 但实际上我非常尊重这个国家 你发现没有 韩国想说这个是他的 那个是他的 但是他想要的东西 恰恰都是我们文化中的精髓 韩国领土不大 人口不多 但是对于成为一个大国 他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我们本来就是个大国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的表现就有点小瞎子 我们民间有一种 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就是给人韩国人起外号 一个特别难听的外号 我觉得这种民族优越感 到底从哪儿来呢 我们为什么歧视人家韩国人呢 是因为我们的食品 比人家更安全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空气 比人家更干净呢 是因为我们的足球 踢得比人家更好 还是我们平均收入 比韩国更高呢 中韩两国现在是 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不仅有这个进出口的贸易 已经到了软实力竞争的阶段了 韩国向我们输出了 很多的文化产品 对吧 韩剧 韩国电影 韩国的游行音乐 那都民俊西过来招一招手 就带走五百多万 那我们向韩国输出了什么呢 汤唯 有人说陈秋实 我发现你这个人崇洋媚外 你这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 我们中国领先韩国的地方 多了去了 我们的信息通信技术 我们的载人航天技术 我们发射了那么多的卫星 对吧 我们的探测车都登月了 韩国比得了吗 确实韩国比不了 但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韩国首尔的 三级和四级网络 全都比北京的快 我们发射那么多卫星 都在干嘛 我们把卫星都打到天上 就玩连连看去了 两颗卫星一见面 噗 没了 我们还有一个邻国 叫日本 日本右翼势力贼心不死 这大家都知道 有段时间我还看见 右翼势力在网上发个帖子 说如果中日两国开战 要对中国使用哥斯拉 要用哥斯拉踏平中国 我觉得这就扯炉子了 你吓我谁啊 我今天把话撂着 只要你哥斯拉敢来 我们就敢吃 为什么我觉得 很多人对日本的问题上 很小家子气 你看咱们拍了很多 脑残的抗日神剧 那个抗日神剧有多脑残 我都懒得去说了 你知道最脑残的是什么吗 所有的抗日神剧 全部是用日本的摄像机拍摄的 没有了佳能索尼和松下 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 都会瘫痪 我们的演员 天天对着人家 日本摄像机在那里喊 打到日本 世界上有比这更丢人的吗 中国 咱们中国有很多 学日语的孩子 他们在干嘛 当字幕组 对吧 把那个日本动画片 电视剧翻译成中文 这其实已经侵犯人版权了 但你知道日本学中文的孩子 在干嘛吗 他们在翻译我们的新闻 不只翻译新闻 他们还翻译新闻评论 就是那新闻下不有几百上千条的 评论跟帖吗 他们就一条一条 全部翻译成日文 然后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人 就天天看这个东西 他不只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 还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 在说什么 太吓人了 我们是个大国 但是每当说我们是大国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提及的 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我们的综合国力 我们的经济总量 要么就是我们的四大发明 提经济总量这件事 其实挺没意思的 你们发现过的 就是人家说 我觉得你们这个环境污染 我们有钱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法治建设 我们有钱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权迷意料 我们有钱呢 那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没把这些事办好呢 我们着急挣钱呢 要不就说四大发明 每次说到四大发明 我都特别难受的一件事 是 我们发明了印刷术 我们发明了造纸术 但我们还发明了文字玉 和焚书坑儒呢 我们发明了指南针 但是以指南针为先导的 大航海时代 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发明了火药 但是我们被人用羊枪打成 那个熊呀 说四大发明有意思吗 我知道很多人 讨厌我这种人 觉得我这种人 你干嘛你这 你不爱国呀 你说这些东西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该像那些奥运冠军一样 去为国争光 姐天天就在这发牢骚 是 我没什么本事 我让国家没面子了 面子对这个国家来说 太重要了 我们明明是个大国 怎么还长了一颗玻璃心呢 什么事只要跟面子扯上 那就是个大事 雾霾 北京雾霾不用愁 爱拍个会议能结庸吗 说到大国 其实有很多事情 让我们感觉非常惭愧 说到为国争光 我们兴建了 有史以来最奢华的一次奥运会 但然后呢 我们民间体育部依然过得很惨 你会发现体育 在中国实验很奇怪的存在 越是那些没有人玩的项目越厉害 中国是进枪的 那咱们的射击项目那叫一个霸道 中国是自行车大国 但是咱们自行车项目真的不怎么样 中国跳水世界首居一指 但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外星练跳水 你什么时候见过大妈本子 而起在广场练跳水 在举国体制下 我们花了很多钱 训练出了一群体育特种兵 你看那刘翔跑得比马都快 你看那姚明长得比马都高 但是90%以上的中国人 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日本和韩国青少年的身高增长速度 和身体素质全都比我们强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拿了那么多金牌 到底有什么用 我深的感觉 全民健身强国强种 绝对比那些冠军头衔更有意义 当年毛主席的口号不也是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吗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有钱 有闲 有意识地去锻炼身体 当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的时候 即便我们一块金牌也没有 我们也可以堂堂正正地 说出李小龙先生那句经典台词 中国人 大国有没有它既定的标准 有四个字 国富 民墙 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的国家富不富 富 但是作为中国的国民 你们觉得自己强吗 国富但民不强 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 只能炫耀历史功绩 而没有创新能力 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 固步自封 心胸狭隘 这不配称之为一个大国 今天 中国的中国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和韩国 乃亚洲至尊 虽然我们从来都不想称王称霸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是亚洲的老大了 但是怎么做好这个老大呢 我觉得天下无贼里 黎叔的那句话说得非常好 要容得下弟兄 才能当大哥 想拍就一起拍了 大国跟你的领土面积没关系 跟你的历史功绩没关系 大国只跟你的力量 跟你的胸怀 跟你的气魄有关 中国有几千年的璀璨 也有几百年的虚辱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迷失了自己 过度的自卑 或者过度的自大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是一个大国 我今天说大国风范 大国的风范到底从哪儿来啊 大国的风范就从你我中来 中国再大也不过是由亿万个你我组成的 我们什么样 中国就什么样 中国在哪儿 中国在你我脚下 在你我心里 中国人走到哪里 中国就在哪里 什么是大国风范 我相信只要亿万个你我 有风骨 有风度 中国必然有风范 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做到 对内人民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对外不仅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还能输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有实力 有胸怀 有气魄 带领着全人类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我今天不是来给大家打鸡血的 不是来煽情的 我刚才说了大国的标准 但是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大国呢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引用 纪录片《大国崛起》中的一段藏白 来阐释一下成为大国的条件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 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 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 才有可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